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学习如何将SRT导入P2里面 并且不会产生乱码 好了 首先我们先要注册一个 能够将语音转换成字幕的这么一个平台 在微信里面也有这个 那么注册好以后 我们点击新建项目 语音转写 然后这一停录 919 添加音频文件 找到这个音频文件 然后文件类型 语言中文绰稿类型选字幕 提交 然后等待 转好以后我们点击进去 大家看这里就产生字幕 如果中间有错的文字里 识别错误的自己可以稍微的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选择导出 导出选择位置桌面 确定 接下去我们回到桌面去看一下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 那么就这样导进去它会产生乱码 所以关键的一步在这里我们必须打开它 双支鼠标左键 用记事本文件把它打开 打开以后选择另称为 一定要选这个 我这已经选过了 一定要选的UTF-8 这种模式 然后再来进行保存 文件名可以改一下 00加个保存 好了 大家看 这样子它会形成一个 SRT.TLT 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把这个TLT 这里后面删掉 就是变成SRT文件 好 等一下我们导的时候就导这个 好 打开PR 导入这个SRT这个文件 刚才就这个 打开 好了 然后将它拖到这个时间桌上面 看一下 好 然后把音频也拖过来 好 我们看一下 人生如酒 饱含着酸甜苦辣 我们放到看一下 好 大家看 现在什么呀 就没有乱吗 这样这一些字幕就直接就上去了 那么字幕如何来进行 对它进行修改呢 如果有错的话 双击一下 在这里可以进行修改 比如说字体 要选择这个字体可以修改 这个是背景颜色 背景颜色也可以修改 背景颜色它是黑色的 我们可以改成白色的 比如说 对吧 改成白色的 那么现在这个是自己选择 然后背景颜色不透明度 你可以把它变成零 根据自己的需要 比如说第一句话 大家看 看没有 就这样 我背景颜色就变成了透明 就没有那种黑色的 其他地方它是有 背景是黑色的 那么这样子非常的方便 自己可以写个 特别做Vlog 很需要这一种方法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人声如歌 吟唱着悲喜交将 人声如戏 每个人都演绎不同的角色 好 总结一下 其实将SRT文件 脱入到这个PR里面 形成这个字幕 连续的字幕的话 最关键的就是 那个保存 保存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 UTF-8 所以啊 这样子保存好以后 然后再导入进来 就会采用这个问题了 所以这种批量 添加字幕的方法 是非常实用的 好了 这期课就到这里 大家课后多去练习